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观看这回合的 陈庆红的法律有源地 那我们上回合呢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今年6月才实行的租赁专法 那这回合呢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一些 租赁专法 其他呢 可能跟大家切成相关的规定 举个例子而言啊 就像我们上回合也有提到 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张姓二房东嘛 他可能就是说 故意跟房客签一些很不平等的条约 然后把很糟糕的房子租给房客 那有些房客可能没有仔细看条约 也没有仔细去检视房屋的情况 他就签约了 那签约住进去之后呢 才发现房子的状况很糟 那想要解约的时候呢 才突然发现说 啊原来这个租赁专法里面有很多对自己不利的规定 所以甚至没有办法叫房东解约 也没有办法呢叫房东来修赏 那我们上回合已经有提到说 如果房东跟房客里面签这样子的规定呢 他就是会无效的 那在跟基齐的而言呢 其实在租赁专法呢 对于房客的权利 也有进一步的保障说 如果今天 房客发现了这个房子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他有漏水啊 那他可能有壁癌啊什么情况 房客都可以叫房东来修理 如果呢房东拒绝修理的话 房客呢可以跟房东主张终止契约 那这个终止契约呢 房东不得收取任何的费用 意思就是说 今天因为房东他没有履行 他的修缮义务的话 房客可以要求房东来修缮 不修缮的话 房东是不能要求扣住房客的租金 也不能跟房客要求任何的损害赔偿 在进步而言啊 其实还有一些更细部的规定 像是说如果今天房客 我今天租了一个房子 我想说啊这个房子我很喜欢 我租了三年 签了三年的约 结果一租进去之后发现说 啊我得了癌症 我必须要入院治疗 我没有办法去住在这个房子吗 那我这时候怎么办 在以往的情况底下呢 这样可能就会产生一些租屋纠纷 可是在新的租金装法也有规定说 假如说房客 因为要接受 医疗治疗呢 或是禁养啊 期间超过六个月以上 都可以跟房东要求 终止租赁契约 同样的呢 房东也不能跟房客要求任何的损害赔偿 意思就是说 假设你真的有办法拿出合格医疗院所的诊断证明呢 证明说 你必须要就医啊 或是要禁养超过六个月以上 当你拿给房东看的时候 房东就必须跟你终止契约 他不能扣你的压租金 他也不能跟你收取任何的损害赔偿 像这个呢 也都是对我们房客很有利的规定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对房客有递的条款是什么呢 就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房东 他可能就规定说 我们租这个房子呢 我们押金要三个月或四个月 那或是规定说 我们的这个水电费用呢 可能一度要付8块 10块 这种很不合理的高价费用 那在新的租赁专方面有规定呢 如果房东跟房客约定的这个押租金的期间 超过两个月以上的话 这个约定是无效的 所以意思代表说 这个押租金最多最多呢 就只能约定两个月 那同样的呢 对于水电费呢 这样的费用的约定呢 都必须要合理 如果是不合理的水电费用的约定的话 这个约定可能会变成无效的 所以呢这样的条款呢 也是对各位房客有利 而各位房客一定要知道的事情 谢谢大家观看呢 这回的陈庆红的法律留言地 那我们这两回呢 主要都是讲新的租赁专法呢 对于房客 比较有利的一些规定 如果大家各位是房东啊 一定会觉得说 这个新法会不会都对我们不利 然后反而对房客有利 其实不是的喔 那我们在下一回合呢 也会讲了新的租赁专法呢 对房东呢 很重要的一个有利规定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回合的内容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也会尽快的答复 谢谢大家这回的观看 谢谢